那是一間歷史悠久的鰻魚店 被人爆炸 爆了一串的鰻魚串 我只看到這個笑話 凌晨三點的時候就入侵這間店 即是在出入口那些 沒有所實定 在店內逗留了30分鐘 在那邊找東西 然後到最後就... 他沒有說他有沒有吃那一串東西 他說他只偷了 偷了那一串鰻魚就是途中那一串 我們來看影片吧 他就說 你只這樣偷就這樣吃就沒意思 都沒有特別 我們最特別就是那個醬 或者我們的手工 我們手工可能值一千 醬又值一千 鰻魚就五百 其實真的不奇怪 日本是很流行的 對,逗留了30分鐘 只有一串 他沒有偷籤的 就是這條塵鰻 偷了一串 一串二千五百日圓 價值二千五百日圓 真是傻 然後他就說 他忘記了自己是 有這樣進過去的 即是失憶的 其實應該都是那些 喝醬大了 喝醬大了就進去 好醬多一點 日本是真的好醬多一點 去日本旅行 有沒有人試過 星期五最多 我跟你們說 遲代不是有一條街 是紅燈區的 我跟你們說 你星期五走那條街 大人就這樣躺在地下 全部喝夠醉 其實香港你沒有這麼誇張 日本是好恐怖 就是那些喝醉酒 就這樣睡在街上 睡一整晚的 大人吧 我跟你們說 在JR的離京線裡面 有一位二字頭的女生 就給一個34歲的男士 非禮 即是非禮 每天都有 摸屎 什麼撞來撞去的 每天都有 為什麼要說呢 最精彩就是 首先有一位 其實他沒有寫明是誰 我當是34歲 就做第一個摸線 就在這位二十歲的女士 斜後面 就伸入她的下着 下着 即是底褲裡面 就摸她的下半身 在同一個時間 這個女士的正前方 就有另一位男士 又是摸她的股間 就說有隻手 就在她的股間裡面 你明白嗎 現在是一個後面摸 然後同一時間 一個前面摸 那你第一時間 你會想到什麼 我想一下 兩位男士是否可以騙手 摸摸一下 咦 為什麼有點硬硬的 有隻手在 哈哈 有隻手指 兩位男士可以騙手 哈哈哈 果然在這個 癡漢的變態大國 還有一宗 就說關於英女王的當禮 日本人很精彩 他們是戴黑色口罩 英國那邊就說 不好意思 黑色口罩不能戴 戴上白色 這個我真的不明白 我自己都懷疑 為什麼呢 為什麼黑色都不能戴 不知道 你連西裝都可以戴黑色 那就配合黑色口罩 原來別人就說不行 那沒問題 那就戴白色 我自己都覺得 沒什麼特別要去想的 日文的新聞 精彩了 下面的留言 那些小人就說 你現在是不是歧視我們日本人 他說什麼人種差別待遇 人家叫你不要戴黑色口罩 他可以幻想到 你咬到人家說 你是不是歧視日本人 不讓我們日本人出席葬禮 然後就說 你西裝都是黑色的 為什麼不戴黑色口罩 是不是歧視我們 然後還有一個留言 就更精彩 哇我真的大開眼界 那有沒有人是不知道 是不知道 你舉手 我真的要你 那是不是不知道 外國人的一個葬禮 就是說我們香港 亞洲地區 是不是那些 去大酒店 破地獄 那些 外國那些 他們就直接在一個墳 下面就死者 你看美劇 你都見過 那些什麼 通常最後就丟花 然後就再蓋泥 然後就完了 整件事 就是有一個神父在 這個意識是這樣的 有一個動作就是 將那些花 就丟到死者那裡 就是那些花一起陪葬 這樣的意思 他就說 怎麼會丟那些花進去 說什麼弄髒 你不怕那些花弄髒的嗎 這樣說 但是看到你這個丟花的動作 我真的覺得 我接受不到 然後就說 可不可以停止這個行為 不要丟花 可不可以不要再丟花 下一句 我開始 我這個就是 完全是不明白他說什麼 在棺材那裡 沒有丟花 丟花 什麼丟花下去 沒有上色的 神經病 我完全看不明白他說什麼 你不要叫我拿日文讀 我用日文讀完 我都看不明白他說什麼 哈哈哈哈 我都不知道怎麼翻譯 因為我說 我看到這些日文 這些低功能 都不知道叫什麼 留言 我說很辛苦 神經病 你知不知道他在說什麼